首先来关心的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印度的变种株Delta病毒 已经入侵到了台湾 在屏东县有一对从秘鲁返台的祖孙 病毒的基因定序出炉 结果他们所感染的 就是Delta印度变种的病毒株 这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强调说 他们被列为是 这个重大高风险国家的 这一些国家入境的旅客呢 接下来一旦入境的话 以后都要入住集中检验所14天 而在检疫期满之内 都要进行PCR的检测 我们最近的基因的定序 从秘鲁入境的 有主生两人 那基因的定序是Delta的病毒 Delta的变异株 是Delta的病例株 那因这样 当然以前我们本来就有 5例的Delta病例株 那在这一次 在这个变异株里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其他相关的有关联的 染疫的情况 是不是同样的变异株 也许是不同的感染源 那现在目前我们在厘清中 不过我们还是 认为说在世界 整个Delta变异株 也相当的 可以说相当的泛滥 很多地方 那我们特别看了一个几个国家里面 相关的这些有这个变异株的几个重点的国家 像 印度 英国 秘鲁 以色列 印尼及孟加拉等7国 那入境的旅客 换句话说 他过去有14天的旅游室 和转机 那就再进去 一定要在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集中检疫14天 那而且在检疫期满跟入住时 都要检验PCR 那被我们这样强制 进入集中检疫所的旅客 我们不需要支付检疫所及 裁券的费用 只有公费 那至于原来我们就有巴西跟印度的专案 但也是维持原来的一个情况 这段呢 这个秘鲁祖孙返台 爆发了屏东县家庭的群聚 而先逢的公布了足迹 15岁的确诊孙子 他竟然是开车自驾南下 而且还到了田里工作了10个小时 立刻引发了网友歪楼留言说 说这是柯南吗 还是屏东国规定不太一样呢 还有人说是开跑跑卡丁车吗 而后来呢 县府澄清了 这个疫调人员呢 用字简略造成了误会 是十五岁的孙子 他是搭乘朋友的车下去的 屏东县方山商 一百一十八位相亲来快筛 这名咖啡店也大消毒 这都是因为一对 从秘鲁返台的祖孙 爆发家庭区聚二传七人 屏东县政府二十四号公布主机 其中这一位确诊者才年仅十五岁 竟然从台北自驾回屏东 足迹甚至还到果园工作 十小时 记者会结束立刻在网路 以发讨论 网友说突然惊讶到 原来现在修法了吗 还是我们屏东地区规定不同呢 底下留言 过高屏溪就是屏东国乐 柯南都会开飞机 这还好吧 有的说跑跑卡丁车吗 封建十四岁 就会开闪电霹雳车了 这很奇怪吗 网路上笑翻 县府事后赶紧更新 是搭乘友人自驾车辆 修正成情 制度人员用字太简略变成十五岁少年自驾 但面图祖孙造成家庭群聚感染源诡异 祖孙两六号返台搭乘防疫计程车 回屏东娘家 却在十四号居家隔离期间确诊 传人给隔壁邻居和同住友人 巧的是十五岁少年返乡重点十小时也确诊 同样被怀疑是可能的感染源 在整个病毒株的一个基因排序定类 才能够公布这个病毒源 屏东连续多天家里破关后 爆发家里群聚感染源比对中 制度人员麻烦错标十五岁少年自驾返乡 还重点十小时奇特奇迹 让网友留言读片歪楼 谢谢观传王树红评论 好 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紧张 因为Delta病毒它传染力更快了 现在为了因应变种病毒 进来全球的流行 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从礼拜天6月27号开始 从重点高风险国家 像是哪一些国家呢 巴西 因为巴西有巴西的变种株 另外还有从印度 英国 秘鲁 以色列 印尼 孟加拉这七个国家 入境的旅客 包含过去14天你的旅游史 包含来转机的 都有一些检疫新的措施 哪一些措施呢 就是你不管是从空港进来 或是海港进来 入境之后呢 一律是要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 而且呢必须要入住的时候 检疫期满 进行PCR的检测 但是呢 旅客是不需要支付这些检疫所 还有裁检的费用 看到呢 入境之后必须要集中来进行管理 然后在期满之前要进行PCR的检测 我看到呢 加强的边境跟社区相关的防治 作为现在有一张一个新的措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看到了 在屏东出现这种境外一路家庭群聚感染 结果就验出了Data的印度变异株 目前呢在台湾之前是没有的 那么因为这个祖孙进来之后 现在发现了有印度的变异株 我们的疫苗能不能应付得了呢 现在都还不知道 所以呢要全面的提升 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 社区联防围堵及扩大筛检 同时要强化医院控感 还有个案的处置 这是目前的指挥中心 最新的针对那么Data病毒呢 有一个新的一个作为